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們來看在過去這一週當中 大概是俄乌戰爭對金融市場 打擊力最大的一週 那麼在這一週當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全球股市都出現 非常巨大的下跌 那麼包括美國的稻窮 或是中國大陸的包括深圳上海 附身三百 那麼跌幅其實都非常沉重 中國的股市 大概今年已經跌掉十幾趴 美國大概下跌八趴 那全球恐慌指數也升到最高點 美元變成一個必選的天堂 我們看到在這場戰爭當中 美國幾乎變成一個最大的贏家 這當中也包括黃金的價格 他最高已經到了兩千零七十美元 所以這個避險性的資產 受到大家的青睞 那這個也提醒大家 當你開啟戰爭之後 其實你會可能會是經濟上最大的受難的國家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俄羅斯的股市一直停止交易 那俄羅斯在SWIFT的整個匯率的機制 也被中斷了 中斷以後蘆布 大家看到在戰爭前蘆布其實一塊美元兌六十九 那最低的時候大概到一百七十二左右 這個是盤中突然跑出來一個一百七以上的蘆布的價格 現在的位置大概在一百三十幾 那麼這個大家可以想見得到 如果你手上持有蘆布 那個等於是你身價大幅的貶值 這個也是告訴大家 在經過這場戰爭之後 俄羅斯很可能他的GDP可能還會在腰斬 這個也告訴大家 俄羅斯從此以後 他很可能變成一個標準的中型國家 你可以看到他在開戰前 整個經濟的產值一兆四千七百億 戰爭後很可能掉到一兆美元以下 那一兆美元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 台灣的GDP是七千億美元左右 我們的將來的經濟體 很可能跟俄羅斯相差不大 在這種情況之下 好 今天我們要從俄烏開戰的衝突的角度 來跟大家來探索未來台股的投資策略 把國際形勢再進一步來跟大家來分享 我們先介紹今天的來賓李淳 我們執行長 政長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文賢跟觀眾朋友問候一下 政長好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我們老朋友 我特別要先請教李淳來跟大家來說明一下 我們看到在這一場危機當中 二無衝突以後油價大漲 但是今天關鍵是我要先從臺灣再經過這次四大公投 我相信在四大公投之前我也找過你就是說 如果美豬的案子沒過 後面還有福島食品的爭議都未解 臺灣要重緩包括CPTPP的國際經濟組織 大概架構會比較難 那現在看起來印太現在慢慢就成熟了 那我相信臺灣這次也叫做披荊斬棘 就是說在眾人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的情況下 像美豬的案子在公投以前聽說反對美豬的 占七十五趴 最後出來他還會過關 很多人大吃一驚 那這個也是也代表臺灣的社會 你如果能夠把道理講清楚 其實民眾還是可以說服的 那現在包括福島食品 福島食品是簡直一點機會都沒有 因為沒有人敢 這次小英總統他是把他掀開的 那我相信臺灣連續解決這兩個很大的路障 我相信臺灣重緩國際社會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我們慢慢就往前邁進 我特別想請教你就是說 在四大公投之後 臺灣現在重緩國際社會的幾個經濟組織 現在的進展 先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包括這次俄羅斯的事件 我們現在的路障到底掃除了怎麼樣 好 我就如同這個社長剛剛提到 我覺得臺灣現在第一個 很多命運我們自己掌握 那同時間國際情勢的發展 也不斷的創造出對臺灣有利的條件 一方面過去幾年 大家面對中國這種經濟脅迫行為 比較願意站起來說 直接跟他說不 那這次這個俄國入侵烏克蘭之後 我相信大家會更團結 然後更謹慎的 更應該是說更嚴肅去看待這種所謂 亞太這種安全的問題 或者是說要怎麼樣 大家團結面對這種所謂崛起的霸權 要未來對大家的帶來的威脅 那這些外部情勢其實對臺灣是有利的 那剛才如同社長講我們想像如果今天公投沒有過 那公投沒有過之後呢 跟美國的關係立刻陷入僵局 對 那美國陷入僵局以後呢 輔導的問題就是日本五線食品也不可能開放 對 因為這個有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有太多的這種政治上 媒體上說法說你看公投已經否決了 對不對 那同樣的道理 輔導也不能開放 如果公投沒有過 輔導也沒有過 那麼國際的局勢對臺灣再有利 我們也沒有辦法掌握這兩個局勢 因為美國礙於他國內的 或是說他這個產業的利益 他就不可能支持臺灣 那日本也是一樣 日本這個即便他心裡想要支持臺灣 他也不可能就是在 不能對臺灣太熱情 沒錯沒錯 好所以這一個所謂反事實的情況沒有出現 所以我說我剛才說 我說臺灣人 我們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運 然後也搭配了外部這個情勢發展 好那現在公投通過了 那輔導也做就是這個日本五線食品也開放了 我們現在面對兩個很重要的關卡 第一個就是今年的六月或是九月 CPTV就要召開這個執行委員會 那在這次的執委會裡面 應該就會來針對包含臺灣 中國 厄瓜多 甚至當時可能會有韓國的入會案 那決定下一步要怎麼走 那我們當然現在希望以日本為首 這個所謂支持方 能夠來替臺灣爭取說 哪一些國家準備好了 我們就繼續往前進 包含成立工作小組方式來前進 所以第一個關卡是今年大概 暑假的時候我們就會知道 CPTV臺灣可不可以進到下個階段 那下一個是美國 美國本來是預告說是在二月底要公佈 這個印太經濟架構的具體內容 現在看起來有一些延宕 但是大家都要有些人說臺灣會不會加入 有些問號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跡象是臺灣加入機率非常大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上個禮拜 美國的那個談判總署 USDR公佈了一個叫做2022貿易政策重點 它裡面挑了九個國家 作為它接下來推動重點雙邊的 這裡面當然有歐盟 有日本有韓國 還有非洲的肯亞 還有一個非洲的自貿區 在亞洲地區還有一個就叫臺灣 所以它全世界這麼多國家 它選了九個重點夥伴 那臺灣被列在其中之一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跡象 就是美國整個政策發展 其實是把臺灣納到它的思考範圍裡面去的 所以今年看起來下半年 我們會有兩個 就是大家等待很久 可是終於可以看到一些眉目的發展 第一個我們剛剛講CPTPP 看可不可以正式進入到談判的階段 第二個就是美國這個印太經濟架構 開始啟動之後 臺灣可不可以順利在 希望可以在比較早的階段 甚至第一回合 我們就被美國正式宣布說是納入 它這個諮商或者是意見征詢的這個對象 這一次惡物的衝突 對這個有沒有加分的效果 我相信絕對是有的 因為我們看到惡物衝突之後 美國所主導的這個所謂四方安全對話 就是美國 澳洲 日本跟印度 馬上就召開了會議 然後這個會議裡面共識就是說 我們要借進歐盟的經驗 不要以為戰爭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亞洲的這些民主國家 要更加的團結 來面對亞太地區的這個經濟威脅 大家都知道這個經濟威脅 他們沒有講破是誰 可是大家都知道這個經濟威脅是誰 所以這個四方很快就回應了 第二個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從這個 從這次這個全世界制裁俄羅斯 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 剛才社長談到 他的經濟看起來是要衰敗 盧布非常有趣 我去查了一下 2013年他入侵 2014日入侵克里米亞之前 盧布跟美金跟台幣是一樣 是三十比一 結果剛才社長講說是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 各位可以想像台幣 今天變成一百三十塊台幣比一的話 台灣的經濟是怎麼樣 俄羅斯現在就是走到這個境界 所以他接下來那個情況 有多慘有不同說法 但是慘字大概是大家有的共識 那這個會 我相信絕對會抑制北京對這個未來 他在台灣 在亞太T區的這些做法 那如果他稍加收斂 或者是說他接下來這個態度會轉為觀望 那對台灣當然特別是參與這個CPTPP的 機會就會增加 畢竟所謂中國因素其實一直是干擾台灣的 那中國因素沒有變 關鍵是其他國家會不會受中國因素影響 然後就讓台灣阻礙了台灣參與的機率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一路走來 各國對這個所謂的中國經濟脅迫的這種 作為越來越反感 再加上這次烏二之後 可能這個新的情勢會讓所謂民主國家 更加團結 所以我覺得對CPTPP來說 機會反而更高 我想李存講到這個 這一次非常有意思的 第一個俄羅斯把自己的底牌掀 掀開之後大家也知道 原來大家知道那個是北方 北極雄 一種很可怕的軍事大國 那打下去之後才知道 原來如此而已 這個是被判 看破手腳 第二個美國在這次俄羅斯衝突當中 他最大贏家 大家一定要知道 全世界的資金又回到美元 那你可以想見得到 美國就是在全世界展現一次 那個科技戰的力量 就是說你在那個 包括SPACEX 那個馬斯克的這個低軌道衛星 開始進入到全世界了 這種科技戰美國的強大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再延伸出來就是說 原來歐洲是大家四分五列的 大家各自為政 歐洲這一次一打烏克蘭 就說歐洲國家 大家都團結在美國之下 美國都被做什麼事啊 那美國就你看 他盡享一人之力 那這個時候我們也看到 在這一輪當中除了 這個附身300以外 那麼大家也可以看到另外一個 比較有趣的指數 香港的股價不斷的下跌 那麼包括國企啊 他已經跌到十年來的低點 這個是你難以想像的 這個股價的不斷的下滑 在香港跟美國掛牌的騰訊跟阿里巴巴 其實他們都很慘烈 我們也稍微看一下 阿里巴巴的股價最高319.32 那麼今天最低到90.82 這個一跌跌掉70% 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個股 那麼跌掉70% 然後騰訊呢 大概跌到53% 他從775.5 一路撒下來 大家知道這個蝦皮的母公司 從372.69 一路撒 盤中最低是89.65 他跌到多少 跌了81% 這個是情況嚴重的 那京東那個跌到腰斬 這個是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當代表一個國家最有經濟力的公司 股價輕則跌五成到六成 重則跌八成到九成 這個是代表中國經濟在未來發展當中 一個非常嚴重的警告訊號 這個警告訊號 後面一定有後續的聯手效應 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的 也就是說在這一次普丁入侵 這個烏克蘭的過程當中 同時也把中國在整個全世界的威脅 也糟告全世界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中國經濟 未來非常重要的轉折點 好 回頭我們請文賢來告訴大家 其實台股在這個回合當中 台股產遭外資大力的追殺 你看到外資 我們如果統計一下 今年外資殺台股多麼可怕 2022年到現在才到三月中 外資賣超台股已經到4167.29 這是難以想像 為什麼 過去的兩年外資 2020年外賣超5394.69 然後2021年賣超4540.07 我們都覺得很可怕了 還賣了一兆 今年才兩個半月 結果他已經殺了4167.29 外資剛才我講 外資在中國的部位非常大 他這幾年等於賣掉台灣去買中國 結果在中國他們都買到最高檔 現在一殺都掉了五六層七八層 在這種情況之下 現在我們會殺台積電 殺台積電才能保住獲利 所以他變成把台積電 當成台灣的提款機 所以我想文賢也給大家來提示一下 在經過這一場 俄乌大戰所造成的全球股市的回檔 台股未來的投資方向 好 謝謝社長 社長 我想最近的比較 比較短的衝擊 俄乌戰爭 但是他現在所引發油價上漲 跟一些貴金屬 或者是這些糧食的上漲 造成這個通貨膨脹提高 那這個是未來 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所以在今年整個股市裡面 其實充滿了蠻多的變數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最近的一個狀況 剛剛市長也有提到 像這個石油就衝到137塊 那這個134塊 130.7 這個是距離過去最高點147 已經到達很高的狀況 那黃金當然是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避險工具 所以到207年已經接近 歷史高點的2075很接近 那這個都是一種資金的 一種保守的現象 那當然美元是一個避險的天堂 那這次除了美元之外呢 美元之外呢 其實像那個日幣紐幣澳幣 也都是一個避險的天堂 那歐元當然手上其衝 所以歐元就是比較弱勢一點 那這個油價過去有統計 就是跟美國的這個消費者物價指數 帶有連動什麼關係 我們看這兩張圖 這個兩張圖 這個紅色的是油價 藍色的是這個所謂 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 幾乎都是很連動 所以主要說油價都一直 掉在比較高的地方 那麼這樣的角度來看 這個美國的CPI要降下來 恐怕有困難 那我們剛剛公佈二月份 美國CPI到7.9 連陣率7.9 那三月份看起來 恐怕會比這個還更高 那這個三月份開聯準會的時候 一般現在預期它會升一碼 到時候是不是真的升一碼 如果說因為通貨膨脹的關係 它覺得有必要升兩碼的時候 可能又會造成市場那個衝擊 所以昨天公佈CPI 美國的整個那個 我們看到那個十年公賽 它已經又回到2%以上 之前到2.05 然後因為物業戰爭 大家比較保守 從資金股市撤離以後 跑到債券去 所以掉到1.74 結果這個暫時一緩和以後 馬上又提高 現在又回到2%以上 好 那其實不是只有油價漲 我們剛剛看這個一個 通貨膨脹的一個CRV 這個是一個綜合性的指數 它這個人員佔39% 貴金組佔20% 還有那個軟性產品 像咖啡 這個可可 這個棉花等等佔21% 然後農產品佔13% 然後那個畜牧產佔7% 所以它是一個綜合性的指數 這個綜合性的指數 我們發現它是 整個從這個新冠肺炎之後 漲到現在已經漲了190% 那也明顯這個 不是只有油價漲而已 你包括這個貴金屬 包括這個糧食 包括這些軟性產品 所有都漲的情況之下 我想通貨膨脹真的是非常嚴重 那美國最近的狀況 我們所看到的 它的失業率已經降到3.8了 這個3.8等同回到 幾乎快充分就業的狀況了 好 那二月份所公佈的 飛龍就業人數也達到67.8萬人 這個非常好的速度 所以這個時候美國聯準會 可能就會專心來對付通貨膨脹 所以我覺得 剛剛那個通貨膨脹 這些指數的壓力 會造成美國在整個升息上 可能會比我們預期來得嚴重 3月15號的FED的議席大會 大概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 對 那目前大家所預期就是說 3月升1然後5月再升2 那這個我想是一個大家預期 到時候如果有變化的時候 我想會造成股市的變動 那還有這一次的恐慌指數 並沒有暴衝 但是沒有暴衝的情況 現在維持在30 那各位注意 如果恐慌指數它沒有掉到20 其實對股市來講 就是潛在的一個賣壓都會 存在因為大家風險意識很高 比較不會很積極去買股票 所以注意看一下恐慌指數 會不會慢慢慢慢掉到20 到一個比較屬於低檔區的 一個地方整理 那麼股市就比較有機會 回到多頭的軌道 那我們現在當然最關心的 這個最反應就是美國十年共戰 因為你如果有戰爭發生 大家會避險 那十年共戰就會掉到 這個1.7是這邊 那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 美國聯準會會升息的時候 那就會往上竄 那現在是2.05是這一波的最高點 那麼未來這個十年共戰會不會繼續往上竄 我想對科技股的壓力很大 因為比如說以台積電的角度來看 我們現在台積電 很多人都用2%的殖利率來看它 它配11塊2%等於是乘以50倍嘛 所以550大家會覺得是 好像可以成績了一個點 但是如果利息提高 2%的殖利率是不是足夠滿足大家的預期 如果變成是2.5%那變成40倍 那底部就會往下調降 所以我想升息的部分特別十年共戰 是大家未來在操作的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所以美國股市我們所看到的 我們看到現在的美國股市 事實上它是在修正從新冠肺炎這邊 那今天漲到最高點 這個是在道瓊指數等於是漲了一倍 從18000漲到36000多 那漲了一倍現在在調整 那現在等於是破了年限 那破了年限其實在過去來講 我們所看的指標 在過去都是在一種50 我們看這個從新冠肺炎之後 都是在50這邊就止住 這一次是KD是直接破了50 那這個也告訴我們說 它面臨到一種可能必須要爭議的一個狀況 所以未來它會常常漲跌漲跌 這樣可能大家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它不會像過去那樣 好像就是都是看到都是紅盤 紅盤漲多漲少的問題 現在開始可能一紅一黑 那隨著變數就很容易有籌碼上的混亂 這要注意一下 那以月限來看 我們看到這個KD在高檔頓化以後 現在已經破80往下了 MACD轉成一個負值 那這個是一個關鍵點 如果在這邊它繼續往下修正 那有可能真的變成是一個空頭的 修正 這個是我想未來在股市上必須 特別小心的地方 那NASDAQ NASDAQ就比較更弱 因為它科技股的成分多 那剛剛有提過你這個升息 對科技股的這個影響會更大 那回過台來看台股 看台股我想剛剛市長有提到 這個外資啊 連續賣了兩年都已經很恐怖了 沒想到對不對 第三年遊戲 兩個半月就跟去年賣的已經快接近了 那外資這個賣我個人會覺得 它這個時候賣不是很容易再回補 因為你如果看今年整個一個操作環境 跟去年比其實差滿多的 物惡三昇這個是可能是一種我們所謂的 這個灰犀牛 因為本來預期他們會有緊張 沒想到真的開戰 這個算是灰犀牛 可是未來都是一種灰犀牛 比如說像那個聯準會的升息 會不會比預期待的更嚴重 那我想這個都會影響股市的變重 那這個變數這麼多 我想剛剛市長有提到 他們在新興市場有一些虧損 包括中國 大陸包括俄羅斯 他需要提款提款 當然台股店 他們獲利很多成本很低 當然是首當其衝 那我們所看到必須要注意說 外資是不是有機會 再慢慢累積他的買幅 我想這個對台股的指數影響大 另外我們必須要看一個融資 融資我們知道這一波 從新冠肺炎之後的九百一十九億 增加到兩千九百九十億 增加兩千億 這兩千億如果說我們 如果說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修正 那各位注意以後 如果跌就會殺融資 就會追繳 那這個部分就會造成台股 有一些 有一些籌碼的混亂 這個是未來在操作 要比較謹慎的地方 融資其實你看 1990年那個前後 台股一二六八號的時候 台灣的融資六千多元 對對對 現在大家比較謹慎了 對對對比較謹慎 這個在一半以下 所以融資對台股的殺傷力 現在減弱很多 那事實上我們不能否認 像我們這兩年 對 外資一直在賣 可是我們台股為什麼挺得住 其實跟我們全民參與有關係 包括我們很多台商回流的資金 那不能 股票不會限制你 那你買不動產什麼都會被限制 股票會被限制 那散戶也是覺醒 所以我想散戶 其實融資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表象 外面它所代表的是散戶的一種信心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全民參與 所以這樣的一個方向我想幾個指標給各位參考 比如說我們看台股的周線圖 那目前來講 它等於是在做一個修正 那目前就是說守住年限 那這邊就很大的關鍵 因為這邊如果守得住 那麼台股就有機會再回到一個多頭軌道 但是如果守不住 那我覺得在月線圖來看 我們必須要謹慎 因為月線圖等於是它是從從我們這一波的 這個這個最低點 每次都是小修正 小修正 那這一次是不是一個小修正 比如說像這個 我們所看到這個月線圖的 MACD 這個剛剛轉負 然後KD 這個接波80 那RSR還掉在上面 所以如果說以目前的情況 其實應該說還沒有超跌 只是說一個正常的回檔 所以還有機會回到一個多頭軌道 那這個部分 當然我剛剛有提到 要注意看美股的表現 因為我們基本上 對 周空轉捩點 這個其實最近要非常謹慎 如果說有一些失控的情況下 那真的有可能是 必須要有對未來 這個等一下你再跟大家分享 我要特別請教李淳 你可以看到南韓的選舉 在這個禮拜四終於揭曉 最後是48.59 對47.56 雙方相差非常接近 這個咬得非常緊 那最後是尹錫越勝出 那麼打敗了這個李在民 那這當中其實就跟我們 這個在2020年那個韓國瑜 跟小英在競選的情況一樣 就是說這個也是南韓的路線的 一個選擇 也就是說你是親中或親美的路線 就看來尹錫越是比較親美的 所以尹錫越當選之後 南韓角色可能會有改變 這個對亞洲來講 亞洲現在我們3月9號南韓選總統 6月的時候 惠利賓也要大選 那個杜特地要下來 所以包括文在寅或杜特地 他們都是非常親中的代表 這一次看起來路線會有一些變化 李淳怎麼看 在這次南韓變天之後所帶給亞洲的情勢的一個影響 好 我們先講這個尹錫明總統 就是這個當選人 他確實是把這個強化跟美國還有日本的結盟 當成他一個最優先的外交政策 因為我們舉個例子 他說他當選之後立即要進行這個會面的或是對話的這個三個領袖 排名第一叫拜登 排名第二叫岸田 就是日本首相 第三名是習近平 他把習近平放到第三名去了 而且第二個他在這個去年有一個受訪 講得很明白 他說韓國必須要跟美國結盟 才有辦法在世界上有尊嚴的跟其他國家互動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他把這個強化韓美同盟 當成他一個非常重要的外交的對象 當然他並不是 他並沒有善... 韓國這幾年經濟很慘 這個當然跟文在寅有關嘛 他也講到說這個重新跟美國在科技 在特別是先進領域的合作還有人才交流 也是韓國要重振經濟一個最重要 所以不是跟中國的經濟掛鉤 反而是要強化跟美國的這個關係 對 那這次的選民 當然某種時候我們可以說美國認為 韓國的人民認為說過去我們這個親中路線 看起來沒有太大的成效 更重要的是現在全世界會的這個新局勢 會讓親中路線越走越小 對 所以他們轉向了這個比較親美的這個路線 我想這個韓國可能只是一個起點 因為接下來美國很明顯的要開始 所謂重返印太區域的作為會越來越具體 過去在川普時代有很多的政策 有很多的口水 可是牛肉比較少 那拜登這次就是比較把重點放在他要端住牛肉來 他不但是要只是口頭上希望大家要團結 要接受 要讓美國重返這個駕駛座 美國也要更多用具體的行為讓大家來信服他的 接受他的這個領導 那因此我覺得韓國在這個所謂這個美國重返領導權的 這個各國的態度轉變上只是第一個 接下來這個菲律賓的這個選舉 菲律賓當然他現在看起來大部分的候選人都是一些內政問題 那可是這個看起來整體局勢也會讓菲律賓會在外銷上面有調整 這就是我剛才在第一段談的就是整體的情勢 其實從台灣的角度來看是越來越有利 因為這一切國家的態度雖然不代表他跟台灣會變成親近 但是他一旦跟美國的距離接近的話 當然美國對各國的影響力就會增加 那所以如果美國願意替台灣有更多的這個支持或協助的話 那效果會比以前來的更為顯著 對 好 我想問你現在剩下一些時間 你來跟大家談談在充滿詭譎都變的情勢下 我們面對這一波的調整 投資人應該如何來操作 OK 其實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數字都還蠻好的 比如說二月的出口 二月的訂單 其實都很亮眼 然後剛剛公佈這個上市貴二月的營收 也是創同期的歷史新高 那殖利率也還都蠻高的 因為去年的獲利是算是一個歷史最新高的狀況 所以獲利很好 但是我想要告訴大家的就是說 其實股票我們不能看到現在的這些數字 因為股票反映未來 你看很多電子股其實這樣都腰斬了 從高點漲了很多 又六百多塊都變兩百多塊了很多 所以一定不能去 只是說看到這些現在狀況很好 而忽略的一些戒心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股市 他如果說你有一些變數他可能走空走 注意你的持股那個高本益比的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那個一修正起來就很恐怖 所以我是覺得你在選股上面要注意 持續能夠配發的殖利率 能夠有一個水準 然後他的獲利比較穩定 不會受到這些景氣變數的影響 因為現在主要討論就是說 這些我們物價上漲以後 是不是會影響到影響到一般的消費支出 那消費支出以後可能手當其衷 這些消費是電子產品 那這個會影響到電子的一個需求 那恐怕下半年大家會對這個問題會很嚴重 那時候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在這個時候 盡量就是要有一定的持股現金 那有融資的盡量要謹慎一點 我們很多事情要做最快的打算 那當然我們不是說一定要放空空手 因為很多股票都很好 台灣股市已經是多元化 也不是起漲起跌狀況 有些要躺在地下 你如果注意去發覺 像社長就台南有看到一些很好的黑馬股 那也可以注意一下 好 今天謝謝李淳也帶給台灣重返國際社會 比較好的訊息 那我先提醒大家 對在國際變動當中 大家要非常注意 未來的整個情勢的演變 我想今天也給大家做一些投資建議 大家好好面對未來整個國際變動 詭捷多變的一個國際經濟情勢 今天謝謝兩位 等一下回來我們看下禮拜的投資策略